来自台中三位艺术家赵芳游,林贯淳与陈玉美 应文化局的邀请,以中彩莫连展为主题 在中兴新村虎山艺术馆二楼盛大展出 文化局表示,国语、周语、人山为重 取商人为多数之意 也是本次由三位对会画有共同喜好 而结伴之画友,共同举办展览的中兴主轴 相同的交材、媒材在林贯淳与陈玉美的笔下 以罗及鞋为表征 呈现各自迥异,却细腻的人生感知 而照方游则融合文字技巧与绘画一镜 以读书意识的创意书法 回洒出跳脱框架的要动思维 这一次在虎山艺术馆的二楼展出的是 三位来自台中的艺术家 他们的展出主题是三个人所构成的一个字 这个字叫做重 那三人为重 那展出者的姓名是赵方游 然后林存贯跟陈玉美 那这三位艺术家呢 他们都是在他们的艺术领域里面 创作了一段时间 那赵方游老师呢 他主要是以创意书法为主 那他的作品当中呢 结合了非常多的时事 刚好是一种所谓表现主义的那个味道 有别于传统的水墨创作 非常的有创意和新奇 那林存贯跟陈玉美这两位艺术家 他们都从事于这个胶材的创作 那他们胶材画呢 是属于中国人特有的一种绘画 那他们在这个胶材的领域里面 也琢磨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文化局表示 这次应邀请来展示的水墨艺术家 在创作题材与创作方面 以近年国内发生的 黑性油公安卫生问题及血运 政治现象为发挥题材 用独特辉谐的方式表达创作理念 在教材方面 则呈现出社会日常生活百态 强调现代人重视物质享受 而清乎精神内涵的寝思 作品内容充满对社会乱象的隐忧 让人看了新有其起焉 展示从即日起到4月一日子 欢迎喜爱艺术绘画的朋友 能够播空前往参观 细细品味作者的用心创作